巴以局势越来越危急了,中东大国土耳其终于不忍了,今天在埃及召开的关于巴以问题的峰会上,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火力全开,痛治以色列的行径已经触犯了战争罪,同时更是指着联合国的鼻子骂联合国不作为。 在声讨以色列残酷杀戮和联合国不作为的同时,土耳其已经抛开无所作为的联合国,开始率先行动了。 昨天给大家说了,土耳其已经向加沙派出的救援队已经出发,并且是在土耳其特种部队的保护之下,突进加沙展开救援。 事前土耳其已经放下狠话,谁敢袭击土耳其的救援车队,就是对土耳其的宣战。 同时埃尔多安一声令下,土耳其宣布军队进入战备状态,以应对中东的突发事件,同时更是加大了对亲美帝库尔德武装打击力度。 看来这一次土耳其是彻底的要和以色列干上了,甚至连以色列的老大美国的面子都不给了。 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,埃尔多安一直有着重镇当年奥斯曼帝国的梦想,近年来土耳其不断在国际上崭露头角, 无论是俄乌战争或者是这次巴尔之战,也都能够看到土耳其活跃的身影。 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战的背后,同样是有土耳其支持的身影。 2020年,阿塞拜疆视如破竹横扫亚美尼亚背后,就有土耳其出兵参战,以及为阿塞拜疆提供了大量的无人机的原因。 而就在前不久,阿塞拜将再次横扫亚美尼亚,彻底拿回当年被亚美尼亚夺走的纳卡地区。 背后同样是土耳其提供了强大的支持。 由于土耳其在中东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,所以就连美国和俄罗斯也都不敢轻易招惹土耳其。 可以说如今的土耳其,成了在中东各方势力都忌惮三分的力量,正是因为埃尔多安有着大国梦想,所以才不会任由以色列在中东独大。 而这一次命令大军备战的同时,直接向加沙派出了救援队伍,并直接放出狠话,谁敢袭击土耳其车队就是宣战,其实就是对以色列的宣战。 看来在埃及、沙特等国家不敢挑头出面的情况下,这一次土耳其要做中东的带头大哥了,面对土耳其的超级强硬,并且发出不惜一战的信号,拳打叙利亚脚踢黎巴嫩的中东小霸王以色列耸了。 此前一直不允许救援车队进入加沙的以色列,终于开始做出让步,允许救援车队进入加沙了,这队已经断水断电半个多月,并且又在以色列的宣战, 狠轰乱炸之下的加沙民众来说,无疑带来了一线生机,土耳其用不惜一战的强硬,为加沙民众点燃了一盏希望灯火。 看来这个社会单纯讲道理说不通的,有时候还要看谁的拳头勾引才行,虽然为了避免和土耳其直接开战, 以色列做出了让步,允许救援军队进入加沙,但以色列大部队进入加沙的准备并没有停止。 在加沙城外大批以色列坦克还在聚集,以色列全面进入加强清剿哈马斯的战斗,可能随时都会打响。 同时由于中东国家反美反以浪潮高涨,以色列外交部门已经发出紧急警告,要求在土耳其、埃及、沙特、阿联酋、卡塔尔等国家的以色列人立即回国。 由此看来以色列是孤注一致准备进入加沙了,而随着以色列大军杀入加沙,势必会在加沙造成一场更大规模的杀戮。 伊朗以及土耳其这些中东枭雄肯定不会旁观。 第六次中东战争,有可能由此点燃了。 这一轮巴以冲突刚刚爆发的时候,有人拿至今仍在僵持状态的俄乌战场与其对比,现在看来还是太乐观了。 混杂了历史、宗教、民族、地缘博弈和大国角力等诸多因素的中东,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,就不是俄乌这种相对单纯的战场所能相比的。 就拿冲突外意造成的影响来说,俄乌打了一年半多,至今也只有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,这个三年前就掐过一架的,来了一次仅有一天的战争,简直如儿戏。 中东这个火药桶可比东欧和高加索地区刺激多了,已经开始空袭和围困袈裟后,诸多阿拉伯国家相继表态,虽然大部分都是沙特这类嘴上声援的,但也不乏黎巴嫩真主党这种确实有实际行动的。 所以现在也就以色列北方的真主党,还是真正能牵制住以色列,迫使以色列不敢放开手脚捶哈马斯。 这当然不是结束,不早日结束巴以冲突,战争扩大只是开始罢了,不久前伊朗表达了可能参战的态度,但更狠的还是伊拉克的什派武装组织,他们直接对美军基地进行打击。 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算打十打七寸,19日晚间,伊拉克民兵武装真主理的发言人,侯赛尼对媒体声明,称这个被美国认定为恐怖分子的武装组织,也正式参与到阿克萨洪水行动中,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机发起打击,差不多在发表声明的同时,伊拉克安巴尔省的美军阿萨德基地,遭到自杀式无人机袭击, 叙利亚戴尔佐尔的康菲天然气填,则遭到导弹或火箭弹袭击。 真主理表示,他们对这些袭击事件负责,而且针对美军基地的袭击事件会增加,美军后勤车队也在打击范围,比较令人吃惊的是,侯赛尼很先入为主地表示, 他们对美国在伊拉克的军事基地打击都是合法的,并呼吁伊拉克不要针对真主理采取什么行动的同时,还声明真主理已经向伊拉克政府提供了掌握的美军基地情报, 希望其他阿拉伯国家也能得到伊拉克的情报共享,如果没有理解错,从这一系列消息来看,这个名为真主理的民兵武装,等于是向美国宣战了, 但没有明确提到会不会把以色列纳入打击范围,目前对真主理的这个声明,美国官方没有回应, 不过有消息指出,美军近期向伊拉克增派了兵力,疑似与此有关,再加上美军向地中海一带部署了航母打击群, 在卡塔尔和阿联酋增加了战斗机部队,可见美国政府嘴上没说什么,实际行动已经做出了回应, 从公开消息来看,这个真主理和哈马斯、黎巴嫩真主党一样,是得到伊朗支持的民兵武装组织, 大概率是伊朗打造什叶派之户的一部分,这说明如果伊拉克政府默许,甚至支持真主理的行动, 那么伊拉克就基本上与伊朗站到了一起,伊朗通过提拉克北部,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进行援助就方便了很多, 可以说伊朗多年来苦心打造的什叶派之户初步实现,所以第一批预袭的美军基地就有阿萨德基地, 因为这个基地不但是美军干涉中东的最重要基地,2020年年初暗杀苏莱曼尼的美军死神无人机, 就是从这个基地起飞的,而且这个基地还为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提供支持, 不但伊拉克政府不满,伊拉克的民兵武装也将其视为眼中钉, 不过影响最大的,还是说明巴以冲突效应外溢的情况比想象的还快,可能也更严重, 以前普遍认为伊朗很难对以色列造成威胁的最大原因就是太远, 要跨过整个伊拉克和叙利亚和约旦, 伊朗的力量才能直接投射到以色列领土, 这还没把这些国家同不同意考虑进去, 而如果什叶派知乎建成, 伊朗就可以毫无阻碍地通过这数百公里的沙漠, 将军队、装备和火力部署到以色列国土周围, 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也会因为得到更实际的支持, 对以色列转而采取更强硬的态度和更具切实威胁的行动, 而不是像现在,只在边境搞一些没有实际威胁的动作, 不能说没有用, 但也不会让杀起腾腾的以色列冷静下来, 目前还不能完全断定, 伊拉克民兵武装袭击美军基地的全部意义, 但对华盛顿和特拉维夫的一部分人来说, 就算美国真的不计代价, 要返回中东, 恐怕也不会像20年前那样轻松了。